可能價格比較貴 但是總不希望自己的小朋友從一開始就 輸在起跑點 戴著毛帽 口罩 宰宰歐爸 你知道這樣反而更醒目嗎 爸的今天焦點不是宰宰 而是他的掌上明珠 這一眨眼 四歲女兒也到了該讀幼兒園的階段 宰宰牽起女兒的手 親子送寶貝上學 媽媽與紅院 則扛起女兒的書包 立馬當心替婦女倆開路了 我都會跟她講說叫媽媽 因為我不想你以後長大有什麼事情 第一個都先叫爸爸 不好意思這位先生 關於學費這件事 恐怕還是得找爸爸 因為只有爸爸有賺錢 據悉 在家女兒讀的美語幼兒園 一學期學費22萬4千5百元 而且月費就要3萬8千元 零零總總加起來 一年要花90萬元 該校馬也有設小學部 多數家長選擇這裡 都是因為小孩未來可直升小學 延續美語學習 栽栽透過經紀人表示 小孩的學校都交給太太與紅院安排 夫妻倆都很有共識 學齡前教育陪伴是非常重要的 只要時間允許 小孩學習過程中會盡可能參與 親力親為 放好想再多知道女兒的成長軌跡 拜託這位Daddy分享一下嗎 這小明是會有 沒有 因為我的本名取得就像小明 所以本名跟小明一起練就好 那它是有一個什麼意義在裡面嗎 沒有 欸 再再堅決不圖露關於女兒的一切 就連當時寶貝的周歲派對 一個圈的朋友都沒邀請喔 不想請演藝圈的朋友 主要一個原因就是請了一個之後 就應該會請很多人 因為有好多人情的東西在 請了這個你不請那個好奇怪 所以乾脆都不要請 未來大概要在小朋友大概多大的時候 待會有空台兩下 我啊 我個人是一輩子最好都不要 我們的教育方針是 雖然他自己懂事 只要他自己懂事 他想要做什麼東西 就讓他自己去做 對 就不要去限制 或許他是一個很外放的人 那我就不要讓他變成我 對